这是我见过最无耻的男人 面对投资人的威胁 他竟将自己的老婆留在酒店独自离开 束手无策也只能苦苦哀求 但男人怎会轻易放走手中的 而此时的米尔正在舞池与他人 死单生意过后去那潇洒 随着维索男的动作越发过分 迪拉终于忍受不了直接 在他的头上 吓得迪拉趁机逃了出去 他慌乱的来到舞池找 我自己遭到坏人的骚扰 迪拉依然对米尔奉 他离开 无耻的米尔却愤怒地拉住他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最后的一次希望也破灭 有运在身 作为丈夫怎能这样牺牲自己 冷血的米尔听到这里更加愤怒 直接将车停在路边 把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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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过去 迪拉重重地摔在地上 疯狂的米尔依然不罢休 甚至一脚踹在了迪拉的肚子上 最后 把车离去 躺在地上的迪拉痛苦地挣扎着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给莫里打了电话 没想到接听的竟是迪奥 迪拉用微弱的声音告诉迪奥 找到了受伤的迪拉 这时忙完的莫里才知道闺蜜受伤的时间 医院路口的莫里焦急的等待 迪拉入院后 李昊给米尔打去电话 讲迪拉 他才慌了神 孩子只能迫不得已地拿掉 莫里心疼地问着迪拉是谁吓死毒手 可当迪拉回想起刚才的事情 很抱歉告诉他孩子已经没有捧住 可米尔也松了一口气 当他推开病房门时 迪拉瞬间心跳加速 后悔当初不该让二人在一起 米尔则觉得这是家事 轮不倒外人来管 随后威胁迪拉 同程着身体坐了起来 当莫里以为迪拉会离开时 迪拉告诉米尔自己不会再跟他回去 多年前犯下的错误 这下米尔恼羞成怒想强行带走迪拉 就在